无时无刻掌握世界脉动 中天新闻 回到台湾来看到政坛的焦点了 这个宋楚瑜今天继续他的竞选行程 本来他的这个车队游街扫街 结果却取消了改成跑行程败票 原因是国安局没有安排防弹扫街车 给他他就暗批相比之下 另外两组参选人跟他好像是不是有差别待遇 说好的车队扫街不见了 宋楚瑜改搭着休旅车败票 到达目的地才下车露脸握手之意 恳请支持 但话中咽不住的酸意 今天没有上那个宣传车 也是因为国安局这边 我一方面要尊重国安单位 对于候选人的保护 因为事先他们没有派防弹车 我们也对于公安单位的关心表示尊重 宋楚瑜阵营前一晚发出行程通知 三名车队9点50分在省自议会出发 在雾峰扫街败票 结果宋楚瑜仍是搭着自己的休旅车 爬爬爬燥 原因是因为公安局没有安排防弹扫街车 他只好取消车队游行 改为跑行程败票 加上副手林瑞雄说自己疑似遭窃听 宋楚瑜借题再嘲讽国安局 对于国安的这个单位 尽心尽力的帮我们在维护安全 我表示谢谢 我相信林瑞雄先生也一样的表示感谢 赵管理三组参选人都配置防弹扫街车 怎么没帮宋楚瑜安排 国安局澄清 不知道宋楚瑜有车对游行的需要 想叫另外两位参选人的防弹扫街车 早已派上用场 宋楚瑜却说等不到防弹扫街车 暗批国安局后此薄皮 中天新闻林坚韵林佳青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